為到鄉親大的安全和救護的需要 和美町和順路和六合路中的零行報道 再去經過公社和地主開會討論 較理由公正的第三孤級之後 一定在今年中由公社協議購買 並且一定在年代前完工 提供人愛你的鄉親近安全別人的生活環境 因為是沒有買的 為到要確保落後落單255行來 所有鄉親的生命再三安全 和美町長有聯好決的組織人家 就繼續關心連接 好順路的平安路零行報道實施案 再去公社要一台主會討論 在台主當然 在第三孤級之後 鄉鳳進行協議購買的介紹的約束 讓我們平安路到好順路 要過二五箱那裡本來都沒有 沒有渡路 他們的一條路 他們那裡是旧社區 已經四十多年的旧社區 那條路是漏漏長 那間一個出路而已 就是要點路河路六段這邊出來 船頭出來 所以沒有了 那個頂年頂頂主秘 和庫頂 和高代表 還有其他很多的代表 去關心這間公所這邊鎮長 以及祖密課長這邊 他們就開始在編列這個預算 要來開闢這條人行步道 我們就按照以前在都市計畫 編定的那個四米的人行步道下去開闢 跟那個地主 那個協議架構完以後 就能夠因為 因為政長跟高代表及祖密課長他們 他們是希望在今年能夠完成這條人行步道的開闢 讓這個這邊25向40跟50的居民 他們的出入以及衛生安全問題 能夠啊 能獲得大大的改善 州的跟地主來做個協調溝通 那地主也很願意說 把這個四公尺 讓公所順利來徵收以便 我們附近的居民行行 人行道可以方便 大家交通便利 所以今天的 跟地主這方面 跟里長 我們仁愛里的里長 跟公所課長這邊協調的非常的順利 所以期待應該在不久 這一條道路就可以順利開闢 那這個工程過去 在去年度呢 我們編列大概200萬的經費 對金融代表會這邊來同意 那今年度如果正式用力取得 那會順利來開闢這條人行步道 讓地方的通行更為順暢 你們預估什麼時候會完成 如果在年中能夠完成這個協調程序 那我們預計應該會在年底前 把這條路能夠開闢完成 公所一定在六月完成 各地主要的協議 買賣介紹醫藥 馬上進行厚秀的工程 而且希望工程在今年底進行完成 提供給六月六段255行來 有兩年超過155以上的鄉親 更安全的鮮瓦環境 新中華新聞江財景 請侯比查詢報道